最近習近平有很多新品出來 國內又有 國際的又有 先講國際 國際呢 習近平最近的名字就成為 美國一個法案的主角 他的名字入了這個法案的名稱 這個法案叫什麼名字呢? 英文叫做Assessing Cease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 那即將習近平的名字入了這個法案的名字 這個法案呢 全名 剛才說了 Assessing Cease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那將每一個字的字母的頭呢 A-X-I-S-E 那將這幾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拼起來呢 就是Assess 即是軸心 那這個呢 就是馬上引起人想起這個所謂軸心國 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 這個希特拉和日本 意大利 組成一個軸心國是侵略全世界的 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呢 就由這三個軸心國呢 是對這個世界各國人民呢 是挑起這個戰士 所以當這個Assess這個字出現的時候呢 總是會引起人想起一些政治災難 譬如說冷戰時期 將這個有一個所謂邪惡獨心 Assess of evil 是吧 就是將一些對世界和平的大有威脅的國家 幾個國家 幾個國家 幾個獨裁的國家 串起上來 變成一個獨心 所以呢 我不知道它這個法案的名字是有意呢 還是無心呢 那個法案的名字 將它第一個英文字母串起上來 就是軸心國 軸心法案 那實際上呢 它這個法案的中文版呢 就簡直更加直接了當地稱為 就是習近平 普京 軸心法案 那很明顯呢 就是將這個 這個 這個 習近平和普京這個侵略者呢 是捆綁在一起 那麼這個軸心法 是要求什麼呢 就是美國國會呢 就要求美國政府呢 是儘快 九十日之內 要提交一份詳細的報告 說明呢 就是中共 有沒有資助 任何形式地資助蘇聯 Sorry 不是蘇聯 俄羅斯侵略這個奧克蘭 因為呢 就是大家都看到呢 就是 假如中共是暗中資助這個俄羅斯的時候呢 那麼俄羅斯那個侵略奧克蘭那個做法呢 就能夠延續下去了 雖然俄羅斯在戰爭上呢 在烏克蘭的戰事上面呢 是遭到很大的挫敗 但是如果中共能夠支持它的話呢 那麼它都可以撐下去 特別是當西方世界呢 是集結力量制裁俄羅斯的時候呢 如果中共是繼續支持俄羅斯的時候呢 那麼西方所有的制裁呢 都是無效的 所以呢 就是要制裁俄羅斯 所以 假如中共不配合的話呢 那就是會產生一個很大的漏洞 使俄羅斯可以避過這個制裁 所以呢 就是大家就很 就是美國就很希望 政府能夠在90天之內呢 是詳細地報告這個中共和俄羅斯之間 就這個烏克蘭戰士有沒有一些互相的勾結 那麼其實呢 這份報告呢 主要就是要政府作出一個權威的調查 假如這個 找出中共支持俄羅斯的實例的話呢 那就可以構成對 即西方國家呢 就可以構成對中共的制裁 直至通過制裁為中共呢 使得中共沒有發展呢 是繼續去支助俄羅斯這個侵入烏克蘭 這個目的就是這樣 就這個法案本身來說呢 它是沒有提到任何有效的措施 它只不過要求美國政府呢 90天之內呢 盡快出一份這樣的報告 然後呢 就會定期地去檢討這個報告 提到一些新的狀況 這件事情呢 其實呢 中共對俄羅斯的支持呢 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了 即是 我相信呢 在 我們可以看到在五方面 中共呢 都是在支持俄羅斯的 比如說 外交上面呢 在外交上面呢 當聯合國譴責俄羅斯的時候呢 總共有三次表決 中共就兩次棄權 一次反對 是 你看到呢 就是當全世界一百四十幾個國家 都站在這個反對俄羅斯侵略的情況下呢 中共呢 就竟然站在俄羅斯的一邊了 那麼 在政治上呢 中共呢 也都是實際上呢 就是支持 非常之強烈地支持俄羅斯 起碼呢 它不提這個侵略 而用俄羅斯的官方的說法 就是這個是特別軍事行動 而且呢 將危機完全歸咎為北約東礦 和美國要使俄羅斯發生顏色革命 這些完全是顛倒黑白的東西 即是 新華社 代表官方的新華社呢 曾經呢 連續發六篇文章呢 是分析這個 宣傳這個烏克蘭的局勢呢 是怎樣美國一手造成的 連續六篇文章 那麼今天 昨天的新華社呢 也都提供一個平台呢 給俄羅斯的外長 拉夫羅夫 是全面善信這個俄羅斯的政策 大家知道現在拉夫羅夫呢 是 哪裡都不用去嘛 因為受制裁 而這個 它當然 它可以在國內 它的報紙上面呢 發出它的立場 但是這件事情呢 大家都知道它會怎麼說呢 所以它完全沒有這個舞台 來發表這個俄羅斯官方的立場的時候呢 新華社就提供一個這樣的舞台 一個這樣的渠道 給俄羅斯外長親自這樣 就是為它的侵略行為呢 是辯護 還有為它現在的失敗呢 是辯駁 它說現在一切都按計劃進行 那這句說話 一切都換言之 就是說俄羅斯並未遭到挫敗啦 如果一切都按計劃進行 但是我們知道呢 就是在戰爭爆發初期呢 從這個繳鑊 這個俄羅斯的 從俄羅斯士兵身上繳鑊的文件顯示呢 就是它原來那個整個軍事行動呢 是準備在這個一個星期之內解決的嘛 那你現在從一個星期之內解決 搞到要打兩個月 那你說是不是還是說按你的計劃 按你的進度進行呢 那所以這些這樣的離天大方呢 根本在俄羅斯以外的報紙 根本就不會有機會給它發表的 但是呢 中共呢 《新華社》呢 就是一個這樣的平台 專門講它 使它有機會去講它的看法 你看到這個政治上 經濟上呢 中共呢 是不斷增強這個 這個對俄羅斯的支援 最近這個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奈亦成 接見這個蘇聯 sorry 俄羅斯駐華大使的時候呢 就透露 一季度雙邊貿易增加30% 一季度 就是一二三三個月啦 這三個月呢 從二月底開始打仗了 打這個俄羅斯駐華大使 而在這段期間呢 兩國的貿易壓 竟然急升30% 顯現得呢 中共是通過這個貿易渠道呢 是不斷向俄羅斯輸送這個物資的 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這樣呢 就是本來 本來這個俄羅斯的小物 是由於這個重禍的問題 是中共呢 是 只是規定 七個產區的小物 可以進入中國 就是在侵略奧克蘭戰爭之前 就是兩地的小物的貿易呢 中國規定 持有七個產地的小物 可以賣到來中國 但是呢 開戰之後呢 中共宣布呢 開放全境 俄羅斯全境的小物進口 那這個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就是中共呢 是為了支持俄羅斯 繼續去 就是經濟上支持它去打這條仗 就置這個 中國那個利益於不顧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你如果向俄羅斯 全境的小物都開放的時候呢 就意味著那些 那些受污染的 或者是受從外嚴重的地方的小物呢 都可以照樣呢 是出口到來中國 那就是害死中國人了 是吧 或者就是會使到這個小物 就是這個有病毒的 有病蟲的小物呢 是可以進入來中國 感染中國的小物 那這些完全是不顧自己中國的利益 一味就是為了要支持 在這個經濟上支持這個俄羅斯 繼續把握它 是吧 然後呢 在宣傳上面呢 就在國內呢 在國內呢 你都看到呢 是全部是這個消滅 這個反對侵略的聲音 而所有的互聯網 大家都知道互聯網 可以發表的東西呢 都是這個支持普京大帝 去懲罰這個烏克蘭的這種論調 現在很多的網友呢 都已經把這個中共的 網信辦的指示呢 是貼在網上 很清楚都看到呢 就是網信辦的指示呢 就是說 就是這個 對俄不利 親西方的不法 就是很清楚 那所以呢 這個 在宣傳上面呢 也都是 是採取這些這樣的 就是支持俄羅斯的行為 所以呢 這份報告 就是如果 假如 按照這個法案 所 所 規定的 要 列出 中共怎麼支持俄羅斯的話呢 根本就 就 就 很多方面都可以 就是舉到例 但是呢 當然 他們最重點的 就是 軍事上 怎麼樣去 有沒有中共 有沒有這個 軍事物資 輸送給俄羅斯 這個是他們最關心的 所以這個 我覺得呢 就是這個 這個 習近平 成為 美國的一條 法案 就是 他的名字 進入了 美國的一條法案那裡 這個呢 都是很罕有的 是吧 不常見的 就是 美國 立了一條法案 是 點名 一個 外國 領導人 這個這樣的做法呢 都是比較可見 那現在呢 這些這麼可見的做法呢 就 用在習近平身上 可見的呢 就是習近平呢 在國際上呢 是